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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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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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会因为每年的演出 他们都会把自己呢 尤其嘛跳舞就一定要专办自己 我觉得跳舞的好处就是说 你今天要上台了 你必须把自己要打扮一下 你今天在家一定是就是比较随性 你今天要上台去演出了 你一定就有所不一样的 我觉得跳舞最快乐的是这件事情 我常常跟人家说 舞跳不好没有关系 可以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亮 就是最开心的事情 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麻烦两个老师 就参数一下 你们跟社大的结缘 是为什么你会进来社大 就回想一下 大概就是简短的谈一下 我一个人死的时候 我本身就从事过去标准舞这个教学 那因为第一任校长是潘鹏兵 她是我的好姐妹的老公 所以就这样的因缘忌讳 就来这边跟北投社大结缘 就从第一届就一直到现在 那也谢谢学员们很支持我 还让我继续的可以在这里教学下去 然后可不可以稍微叙述一下 你教学的内容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是从事 从社交舞 后来就慢慢的 渐进的走回了我自己的专业 就是国际标准舞 我本身呢 就是在推广国际标准舞的这个 所有这个比赛也好啦 跟从事于一般就是社会人士的一个 养生的一个活动 对我觉得现在我的一部分的部分 就是在教学就是现在的比较是年纪比较资长的学者 让他们呢从国际标准的养生 就是要怎么挺起来啦 让自己的肢体呢 就是跟一般有没有学跳舞的人 他的身体的那种的挺直度啦 就感觉上呢会比较不一样 这样子 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都是比较一般的 我真的搞不懂什么叫社交舞 什么叫国际标准舞 我以为国际标准舞就是一种社交舞 社交舞呢它就是一般大家唱卡拉OK的时候呢 所跳的就是比较简单的 像例如说Slow Tango 是只有我们台湾有华人的地方才会有的 那在国际标准舞的话 它就是英式Tango 你们所看的国际标准舞呢 它用于就是在比赛跟表演 社交舞呢这个部分呢 它是在于Social 就是就是一般舞会的时候在用的 是这样子的 也有上了舞台更加是原梦的部分 就很像是就是他演员那个梦 有没有比较难忘的这个学生的故事 应该说他们来这边的运动嘛 就达到了一个一个健康 我觉得他们就是 苏姐他们的一个最好的压力 一个每一个礼拜二的晚上 而我们的学员几乎很少会请假 他们就是每个礼拜就是来这个地方 书姐他们的压力 就是等于在这边聊聊天 对 又可以运动到 因为是不同区块的嘛 因为可能平常可能 礼拜一或一三四五日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那礼拜二的晚上 他们就是就是让他们可以跳舞 我们跳舞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可以听着音乐 对对对对 然后又可以手脚 然后又是两个人双人舞 要共同去完成就是 我们给他们编排的舞步 这样子 那他们在 我看到他们每次跳舞 是他们都是蛮开心的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他们开心就好 那至于你们跳得很好 我觉得对我来讲 并不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礼拜六 在训练选手的话 那都是很严格的 那看到他们这样跳舞 然后他们很开心 其实我们就很开心了 我觉得只要是开心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国标舞或者是说社交舞这件事 在之前的年代 就蛮奇怪 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 好像不是一个良好的嗜好 或是那个 那所以我就很好奇 那些年纪蛮大 就是或者是有退休的 来跳这个舞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或者是什么 其实这个 在早期 为什么我们会 后来啦 我们都不断在进修的原因 就是 刚开始大家可能对社交舞 因为可能 年代的关系 那因为现在呢 我们国际标准舞呢 已经是正为成为 就像我们今年刚结束的一个全运会 我们两年一次的全运会 我们这个 我们特跳舞呢 我们是国际标准舞 可是我们在体育赛事里面 我们叫做运动舞蹈 对对对 所以呢 现在因为这次已经是在 国际上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赛会上面 所以呢 已经就是说像以前的想法呢 已经慢慢的改观了 因为国际标准舞给人家的印象 它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东西了 不再就认为说好像 大家就觉得跳跳舞啊 听着音乐啦 就会想到别地方去这样子啦 嘿 因为现在慢慢的很多 现在也因为网络也都是很发达嘛 只要是你打开看的话 世界各国的国际标准舞的比赛 其实是很多的 已经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区块 已经不再有那种用比较有 奇怪的眼光看它吧 嗯 我也很爱看啊 我呢很美啊 对啊 我也想去学 那个另外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好像 其实那个赵老师 你们的家庭是很有名的 因为先生也是舞者嘛 然后你们有自己的舞蹈教师 好像后来你的儿子 欸你那时候进社大的时候 已经生小孩了嘛 对 已经 然后你儿子也进了舞蹈 就是 我儿子 对啦 我儿子是我们台湾唯一 用这个区块保送师大的 对那卡里斯刚在前两天 就是全国中阵杯啦 是我们的台湾十项的冠军 这样 哇 因为我们是从事 因为我先生他也是在台大教课 又在政大教课 因为现在大学的体育课里面 已经就是多元化了 他已经把这个国际标准舞呢 也算是一门的课程了 对 因为很多的像我们 早期是因为他没有进入教育 所以呢 大家比较不了解他 那我们是从小学开始 我也有在小学 我们就是从小扎根 我们开始从进入了学校之后 我发现到很多人对于国际标准舞 已经有不同的看法了 对 我们其实舞蹈这种东西 艺术的东西都是要 当然是从小是最好的 那很多他应该是说 因为环境的关系 以现在来讲的小孩子 都是很幸福的 可是呢 以我们班上这些的学员来讲的话 他们小时候是不可能的 那因为是时代的变迁 所以是不一样的 小孩子当然在我们这个 国际标准舞来讲 当然是从小要训练他 其实我在培养小朋友 我并不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选手 我培养小孩子的目的 是在让他学习到一个 学习的一个态度 因为你喜欢做一件事情 要去怎么付出努力 这是我所要的 我常跟孩子们说 我要的不是成绩 我要的是你们的态度 其实呢 这件事相对的 我在北投射大 在教一教教了二十年的 的原因 我觉得他们的态度 就是让我很感动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比我还大 我们班上大概只有两三个 比我年纪还小 其他都比我年纪还大 我觉得他们的态度 让我不舍的放弃他们 其实以我来讲 我是很忙的 我可以 我老公常常说 你为什么没有 你为什么没有交到 被学生file掉 我说我也没有办法 那因为学生们 他们真的就是那个态度 就是很喜欢 他很开心的来这个地方 想要来学习 那当然 以我们在看他们 他们当然不可能 像于我们在训练的选手 跳的那么的好 可是呢 他们的态度就是也让我呢 去学习到 他们年长了 还可以这么的认真 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会继续再努力 在这个地方 再跟他们一起打拼 对 互相切磋 其实 他们也是我的 人生老师 我只是在于 国际标准 这个 这个项目里面 就是他们来跟我上 这个课程里面 我是他们的老师 可是除了上课以外呢 他们 他们还是 他们是我的 社会人生的老师 我觉得是互相的 那所以呢 我跟学员们的互动呢 也都很开心 这样 所以可以这样 一直交到现在 应该也会继续再下去 不知道 成果展嘛 因为你们都放在 礼拜六 所以会变成 也比较 没有办法参与 再也就是 因为我们标准舞 其实真的 国际标准舞的演出 它的场地 是比较专业的 是要比较大的 我看你们的场地 都是蛮小的 都是在那个什么 捷运站的什么 那些场地上 场地上面 其实对我们的表演来讲 是并不是很适合的啦 对啦 那也刚好都是 礼拜六 我本身就比较忙 所以就没有办法参与 因为早期的话 刚开始是 我是有的 一开始在潘哥 那个时代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那个 那个礼堂 然后它是舞台很大 就很适合演出 那个时间我们都有演出 对 在利用到礼拜六的早上 后来就 就一直编一直编一直编 那我也 我是觉得 我可以参与我就参与 没有参与我就没有参与了 反正课程 一直 最主要就是课程都有一直在 学员们都有一直在上课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好OK 这也蛮可惜的 因为我们倒是很期待去看到那些 专业 就专业级的表演这样子 然后就祝福这样子 祝福大 我们社大 再迈向下一个二十年 一切顺利